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赵耀 很多人在刚开始健身的时候 希望可以请一个教练帮助你 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挑选适合的健身教练 我今天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 他本身就是一位专业教练 希望可以透过他的经验 告诉大家如何挑选一个好健身教练 那我们就出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們現在在基隆路的GPFIT定家 然後身邊這一位呢就是我的非常力火敬佩的啟蒙健身教練 嗨大家好我是Jimmy aka帥老闆 這個就是說說到我大學時期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宜安人 那在有一次的藍泳會我們就是遇到彼此 然後那時候就知道Jimmy哥就是一個非常膀胞外向然後很喜歡運動 然後就被他的那個特質給吸引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一起運動 你接下來是要告白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Jimmy 之前健身是從高中第一開始 那一開始我是很瘦大概49公斤 之前訓練是從健美開始的 那時候有健身跟拳擊都一起練 後來拳擊因為練段時間發現比賽比較少 然後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後來就比較少去練拳擊 那就專心在練健美參加健美比賽 去比60公斤的量值 所以在運動過程上帶給我蠻多的資訊跟成就感 所以開始寫一些 之前早期寫一些文章跟大家分享 還在陪企上面常常PO文 然後練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 健美它確實能夠讓我的身體帶來好處 讓我變得更壯 看它有自信 然後人多練帥了 之前我練的時候 練之前是個阿宅 健美的好處就是可以讓我變壯 可是在後來投入健身成員 當教練之後發現 健身其實不只是能夠讓你變壯 變好單位 它會有很多功能性上的需求 還有很多運動保險的需求 我個人的專項就慢慢轉向為 極限體能王 當然從小時候看到極限體能王比賽 看到傳統就有點壯 超帥跟神一樣 然後就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夠變成神 然後就開始專心練極限體能王 比賽就慢慢轉向極限體能王 還有功能興趣的人 其實從我剛開始當教練到現在 一開始的學員 通常都會在招呼大學的希望練壯很好看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健身的好處 其實外觀它只是復甲的 更重要是它能夠讓你心配功能變好 身體變得更健康 讓你預防傷害 所以在這些取捨之下 開始慢慢的 我的學生族群 他們就是變成年號召 專業的教練指導 或者是他們有特殊的運動表現的需求 像有些人想要參加健雷比賽 或是參加體格比賽的 那甚至 有一些是他們年紀比較大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譬如說它是特殊族群 中風啦 或是有高血壓 他們要比那些情形 或者是他們可能有一些 復健上相關的問題 譬如說最近蠻獨出啦 或是他們肩關節可能有點不舒服 但郭醫生之後 然後想要尋求疏後的復健 這類一個人的運動 這個問題是不是很想要 你寫了一個問題 成為一個合格的健身教練 其實有最簡單的定義 以健身教練這個真心來說 只要有人願意復勤便宜 然後你叫他訓練 那你就是一個健身教練 對 但是這樣的定義太多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證照 很多協會 那其實他們創辦協會的宗旨 就是希望能夠提供大眾的教育 希望大眾不要因為早來的健身教育 但教練其實不太懂 那就因為怎樣受傷 所以像ACE來講 主要是它是被一個組織嘛 成立的宗旨的希望 它能夠透過ACE的教練的培訓跟認證 透過培訓的教練 然後我們知道說 我應該從創組在中訓練 那有些族群 哪些人可以訓練 哪些人不能夠訓練 透過這些專業的指導之後 讓一般社會大眾知道 喔 我這個教練有考慮 通過證照的考試 所以它是比較專業的教練 任何的教練 這好像是挖坑給我跳 但是我還是超級 就是 通過證照考試 其實一般大家都知道 現在四個國際主要證照 它們都是只有比試而已 那你證照考過素科考試的話 這種認可比較少 因為只要前程到素科考試 就會有一些人為操作因素在裡面 那它就比較不公正的課端 所以在目前的國際證照當中 它都是有許可的考試 沒有素科的考試 那另外是一個合格的教練 其實你學是被 yourself go 的 但是在指導上 它真的是另外一門專業 比如說在教學上 我今天要怎樣把一個困難的動作 簡單的解釋 然後我思考過後 再跟我的學員介紹 這是比較難的部分 因為客戶不見得像我們一樣 受過專業的學員 或是他非常了解解脖學 了解肌肉從起支點在哪裡 那甚至他們也不太需要去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樣有效率的告訴客戶 那就是另外一門功課要舉重 我的選擇標準 這個問題 我們的真材都有功夫 第一個就是要通過 我們的基本的面試 所謂面試 第一關的什麼是 你頭履歷過來 我們可以請你做一分鐘的 簡單的自我介紹 可以看出來你的溝通能力好不好 在教練這一關 溝通能力非常重要 然後還有你擅不擅長 表達自己 如果你有辦法把自己介紹出來 宣傳出來 這才是有意義的 那另外一個 當然我們會基本的標準 就是你要有國際證照 國際證照之後 我們會有提侧的標準 像男生的話就是 臥推1.2倍體重做5下 然後深蹲是1.5倍 然後音矩是1.6倍 然後這都是做5下 那單槓你要至少要拉15下 那女生的話 大概就是打8折 常用打8折 那單槓你能夠拉2下就很低 很多人都會覺得教練教練 很壯 或者是我教練一定要是選手 那這樣才有辦法去做到教學和工作 但是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內化的 或者是在溝通能力上 會有另外的專項技巧 我們會在進來之後 再做培訓的教學 對這樣講是沒錯 就是你不需要說 每個教練都是金牌選手 或是國手 因為在網路上蠻多同學 或是蠻多相比 都會有一種目的 就是說我教練是金牌的 所以他會比較好 比較專業 但其實上不太一定 因為選手他們固然有 非常大的付出跟能力 可是是他們把自己的身體變得很好的 那其他的教練是不是 比他們教的差 那好不定 因為很多教練是 我們的學識非常的遠 那像有一些NBA的教練 他們其實自己本身沒有太多NBA 雖然我講這句話 一定會有很多人吐槽說 牛不是NBA的教練 就是那個效率很好的 好像說牛不是NBA的教練 但是實際面而言的話 在教學這一塊的話 能夠有效率的幫客戶定出目標 然後讓客戶能夠相信你 信任你 通過你的訓練計畫 在你的訓練的監督之下 達到那樣的目的 這樣才是一個好教練 那當教練不見得說 你要練得多壯啊 肩推要推多壯啊 聲多摩推一曲 都是要頂標 或者是沒有高的 但是你至少要能夠 適合的找出你客戶的問題 然後幫他們解決 對 那剛剛講了那麼多 其實除了證照啊 學經歷 還有他自己的比賽經驗之外 我個人認為一個優秀的教練 我一個好的教練 最重要的是 他會把客戶或學的問題 放在心中 然後想盡辦法幫他解決 一個教練他同理心不量 常常他知道 客戶的問題 然後用什麼樣的說話方式 或用什麼樣的調整的標準 能夠有效地幫助到客戶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在挑選的教練上 這個首先會分幾個區塊 第一個是如果你是在俱樂部運動 像是在或是健身工廠 或是比較大型的俱樂部 像成績3也是一樣 如果你在這些地方運動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看 那些教練 他們平常的教學模式 跟教學的互動方式 是不是你喜歡的 因為有些人看起來 雖然兇神惡煞 但是他對待客戶的手上 就不要姻貌取人 但是另外一個我也會希望大家姻貌取人 所謂的姻貌取人是 你看那個教練的身材跟體態 是不是你要的 或者是他平常在做的運動跟專項 是不是你喜歡的 那如果你從他的身材看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去看他們 官網的介紹 或是Facebook人事專頁的介紹 如果這些東西符合你的 你才可以去找他相對會有比較好的結果 那最後一個也是個人最建議的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教練不錯 你跟他約上體驗課 體驗課我知道很多地方他不會收費 那有些地方他有機會 像我們這邊的話 上體驗課到底不是很快 那你可以在官網上面看 教練的過去的經歷啊 比賽的經驗 或是他有哪些症狀 那你可以透過這些東西去了解你的 基礎的認識 了解你的教練 之後你再去填表 然後跟他約上體驗課 像教練課來講 跟你的互動的經驗非常重要 比如說 趙佑覺得我很厲害 可是他一來我就一直幹教他 然後我們互動方式溝通方式 完全不是他喜歡的 他可能就上完一堂課 我就覺得好危險 好像買了36堂課 但是上一堂課我就覺得不對 好像背課會一樣 更好的方式是 你可以找朋友推薦 如果你朋友推薦 或是你的朋友 他上課狀況不錯 他進步很多 你可以問他 你在哪裡上課 所以總結大概就是 三點到四點 第一個是 你可以去看教練上課的方式 那第二個你可以去教練官網 或是他們Facebook專頁去看他們的 教練的學經歷 還有他自己的訓練的理念是什麼 那第三個是 你可以直接上體驗課 或是問朋友介紹 透過這三個方式 你可以比較有效率去 審核篩選是不是適合你 那至於證照 他的身材 那去就看你的目標跟需求 或者是 你只是單純希望 你教練就是要長得帥 教練就是要正媒 那 看看那是你的選擇之一 這個問題蠻棒的 我也很喜歡 通常會有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為什麼要去上教練課 教練課一個小時才會賺多少錢 甚至有些人會提很多 我的鋼琴老師要從小學到大 一小時只家教士心 他才收一千塊 那憑什麼教練 可以收到一千五收到兩千塊 像我自己目前客人 收費的話 一小時就收兩千塊 但我們還在接新的學生們 那像這種東西 大家會聽出來有夠明顯 那其實自己去做功課一定可以 因為現在優秀的YouTuber 會拍一些教學的影片 或是像很多熱心的民眾 他們會在網路上 拍一些教學影片 如果你的體感夠好 你的專業知識夠強 確實你可以透過這些網路上的影片 也許實際的操作 但是一般呢 我們的教學上來講 會有最大的差別 就是人體感 像我們在教學都會教教練 應該要做到三件事情 客戶有其中的情況 一個是視覺的學習症 一個是聽覺的學習症 一個是動覺的學習症 一個是動覺的學習症 所謂的視覺學習症 就是你今天在做什麼動作 他看到你做 他就會做 他馬上就能夠做出同樣的動作 那第二個是聽覺的學習症 教練你剛剛說什麼 可以再說一點 你剛剛說 你身軟的時候 膝蓋要朝向你腳尖 蹲下去就像我們下座一樣 那這些東西 你有表達到 你有說出來的話 他就聽得懂 那另外一個是動覺學習症 你跟他講再多 你做再多他都不會 他就是要自己 做了幾下之後 他就感覺你把他調整才會 那通常在做動作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客戶的感覺最重要 如果他在做的時候 當下他想要練臀部 但是他臀部練的當下都沒有感覺 教練的價值就在於 我馬上可以即時幫你調整 那讓你的頭部 不會有感覺 或是在練身動臀部 比如說我要講什麼 要幫忙去Q 讓你可以即時的做出那些動作 那當下那種感受就是最重要 那當然另外也有一些 也會有在支持說 你在網上學就好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時間 不是你的 issue 比如說我要把健身正門 專業學好的話 我大概要花10個小時的時間 我大概可以知道臀部 我可以上網做功課 然後我去查一些資料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時間非常增多 比如說你是一小時幾百萬上下的 那我就會推薦你 上教練可否比較刺激 就像你今天想要吃米 你不會覺得說 那個農夫種的米不好 然後自己去種 你可以找專業的人士去 去訓息他們的價值跟美積 那像健身教練來講 大家買的不是那個一小時的時間 而是他過去的 所有的教學紀念的美積 他所有運動紀念的美積 這個時間他是相對來講 他是比較珍貴的 像其他運動專項業都是一樣 只是說你願不願意花這個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花時間越穿就越好 比如說我今天你要去拔牙 你要去拔牙之後 你會希望你的牙醫花30分鐘 把你的牙齒拔錯 還是你希望他3秒鐘 放不放就完蛋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花錢是買的是效果 所以如果你的教練 他真的是有效的話 教學品質對你有影響 你原本運動起來都會覺得怪怪看 不勝出 做起來不是很順 但是你今天上的教練科 上完之後你會發現 做這一動作操作 或是身體就會變得比較舒服 然後訓練上也會有些困擾 那我就會認為 這個教練科技是蠻有價值的 大致上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你們有什麼其他想法 或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私訊給我 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就是從2月開始 開了這間拔牙拎甲的場合 他除了做極限體能王的訓練之外 這邊也有蠻大的 私人教育的訓練空間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上 私人教育的課程的話 可以考慮到我們拔牙拎甲這邊來上課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的研習課程 或是訓練這個 大家真的有興趣 有興趣再上去搜尋一下 因為他的電容稍微比較強一點 因為金妮現在是教A4E的學習教官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搜尋他的學習力 真的非常有興趣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金妮跟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的經驗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來到我們這邊 基隆路的金妮品 定獎來這邊玩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想要問金妮或過我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